不过听众朋友不用紧张 扫瞎的原因是因为讲话讲太多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不啰嗦 因为呢在上个礼拜 我参加了一场新书发表会 这场新书发表会在金石塘的丁州店 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 林聪明就是嘉义杀锅鱼头 那位林聪明 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聪明聪明吧 原来大家都叫你聪明吧 那天在新书发表会的现场 灌溉云集 因为呢这场新书发表会 发表的是他女儿林嘉惠 嘉惠今天也在我们节目现场 他们呢发表了一本叫做 林聪明杀锅鱼头 家的味道 家是什么味道 家是家里的味道 还是家里的味道 家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这两位 两位说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 甚至更早 聪明吧得笑 然后呢甚至更早 不但给大家带来了这本书 而且呢还捧来了热乎乎的杀锅鱼头 刚刚如果大家有追上直播 就会发现直播的预告 一直都锁定着一锅砂锅鱼头 聪明先跟大家问好 我聪明我没有叫过你聪明吧 我那天在新书发表会的现场 所有的人包括市长 包括次长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一些官员都叫你聪明吧 爸爸哦 爸爸哦 来哦爸爸来 各位美食家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讲台语 你当然讲台语啦 讲台语会加料纸 嗯 今天刚才会为家里带的主要就是 要来参加我们这个美食家 瑞瑶小姐的这个节目 嗯 他实在很久了 他从初在彩虹的时候 我有很认真吗 我有觉得这个小孩很认真 你说给大家听 他以前还没有叫他 他以前也有一个看来说他女孩 善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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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啦善的啦 不是胖的啦 那以前啊 当时按部 那个时候当时按部刚才开始 他都生了一些专栏 美食专栏 都生了吃的啦 我感觉奇怪 他有小孩的人 对这个吃的很来行 很想问的 欧白问对呀 欧白问对呀 问对呀问 我感觉说他都问了很来行的嘛 后来又离开几十年 我才有一天说 哦 他记得现在在主持一个美食节目啦 让他发现到对吗 对 所以后来我又一直想想要跟他联络 联络没得到 到有一天他刚刚才他又找到我 哦 我一见夫妇 我看了这个女孩已经收到那些年纪了 他说我是胖的胖子 我刚刚很欢迎 我刚刚叫他 所以这次哦 咱们也有一个电话联络 加一个赞 刚刚这次我们女孩刚刚来出这个 家的味道这边吃 我又特别邀请 热邀小姐一定要来 我那天去哦 我没有看过那个新书发表会 来了这么多 我就讲灌溉云集哦 甚至还有柯一正导演坐在下面 我有录了一段柯一正导演的讲话 因为柯一正导演就在讲说 他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 我本来要上传给大家猜柯一正导演最爱嘉义的什么 现在其实有答案了 就是林聪明沙锅鱼头 我这样讲对吗 因为柯一正导演他就是我们主红车里面的一个董事长 主红车去跟家里 只要他们去跟家里的祖族 跟家里去表演 我都在用志工 都要跟上心去给他们吃 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他们来表演刷 买回台北都已经10点了 太多了 买12点 如果来的乎 我又拿去行程 工作刷用给他们吃 有时候我又要包便当 用一个油浪车 你好贴心哦 因为他们也是都做技工啊 主红车都表演了 有时候在阿里山啊 有时候在海口啊 有时候在家里館啊 所以都没有留在一个地方 晚上表演刷的时候没有人来吃 对 没有人来吃也没有餐厅 所以我都会 有时候买车 再送过去 五十个人来说 五十个人分 那我自己会开车去 开车去我又会 好窩心哦 好窩心哦 又会把小朋友喝喝喝喝 大家都一路好睡到台北了 哦 还有就是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林聪明砂锅鱼头 不是只有砂锅鱼头 那天呢 在那个新书发表会的现场 聪明把他跟我讲了一件事 其实他是公开讲 他说他觉得全嘉义最好吃的鸡肉饭在他们家啦 可是呢 可是呢 大家听啊 可是 可是聪明拔说 因为嘉义做鸡肉饭的业者太多了 没有必要跟人家抢生意 你知道没有 聪明拔的第一句话 很得意 最好吃的鸡肉饭 其实是在林聪明啥锅鱼头 可是后面他说他不做这样子的宣传 对不对 聪明拔 你是在看人家 感觉都心暖暖的 哎呦 我记得我们在超级美食家有讲过 有介绍过 我第一次跟林聪明砂锅鱼头相遇的那一天下午 我站了一个下午 看聪明拔在做砂锅鱼头 那时候嘉惠应该不在 对不对 你有在吗 应该没在 我还记得我走的时候 你爸爸用了沙茶酱的马口铁罐头 给我打包了一个特大号的砂锅鱼头回去吃 可是听众朋友 这里面还有后续 我在最近一次去了嘉义 也是经过林聪明的砂锅鱼头 碰到了林聪明 就是聪明拔 我说我要去台高雄房友 他说房友你为什么两手空空 他又给我打包砂锅鱼头 给我高雄的朋友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直播没有听哦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所以我是聪明拔的自己人 所以要去看朋友 要带林聪明的砂锅鱼头 嘉乞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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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吗 说我怎么去看朋友两手空空 我就想说我来林聪明砂锅鱼头 我也是两手空空啊 我没有带东西给聪明拔 对不对 好了听众朋友现在留言很热烈 现在听众朋友在问 为什么你们家的网购要等那么久 好有没有 然后有听众朋友留言说 他昨天才去吃排队排很久 你们先回答 为什么网购要等那么久 因为我那天参加完了记者会 发表会之后我回来 我吃了我不是给你看 然后我有在FB里面发文 就有人抱怨要订你们家的网购要等三个月 三个月 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正确 差不多冬天的时候 三个月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为什么 目前我都是人工包装 哎呦我没有带包装盒来 你们家包装盒我没有丢掉 是 他们家的包装盒 我去哪 我去哪 等一下 等他们买酒 好漂亮 因为我们家都是每一包都要经过我们两只手 不是像要机器做的 而且我们每一锅都当厂煮给客人看 我们在下料 再放高汤 客人都看得见 不是所以你们的砂锅鱼头没有交给中央工厂处理吗 没有OEM什么都没有 我们中央工厂正在两年多后会建计 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是手工在自己的厂房关起来 就是我站在后面 右边那边 右边那一区对不对 扪着包 我们包到晚上两点 外面就卖外袋 然后里面就是一直在包 一直在做 所以说其实内外都很忙 好好好 来来来 来等一下 好 我是旺瑞瑶 我是旺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真的是彭必生辉 我们邀请了嘉义重量级的美食 美食之王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们邀请到的是林聪明砂锅鱼头的第二代 我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你一定是第二代 因为那天新书发表会在讲阿公的故事 第二代林聪明还有第三代林家会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好兴奋 因为刚刚听众朋友 我可以听到我跟林聪明 还有林聪明的砂锅鱼头相遇的那一天 我记得是在民国87年了 如果我没记错 大概 大概对不对 就是那时候还在棋楼下 而且那天在新书发表会 老实讲这本书里面有清楚的 用嘉惠的角度 我觉得是嘉惠的角度很重要 嘉惠的角度在讲 林聪明砂锅鱼头 一路的发迹 一路的传承 还有现在的一些创新跟改变 可是因为今天两位贵宾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要让聪明把自己讲 因为那天我才知道 原来林聪明砂锅鱼头 不是以砂锅鱼头起家 原来砂锅鱼头这件事情 跟嘉惠有一点关系 而且砂锅鱼头的鱼头 好像也不是大家 大家所知道的鱼头 还有为什么砂锅鱼头的砂 是三点水 不是石头边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问题很多对不对 好啦 为什么一开始不是鱼头 我们原来是没有砂锅鱼 我们的名字叫砂锅鱼而已 不说特别指定鱼 鱼头 好 这个鱼是因为我们爸爸以前钓鱼 钓了太多 那钓回来的鱼太多 又不能冷藏 又不能冰 又没有冰箱 那要怎么 以前那种东西 就只有把它炸起来 不然就把它做鱼褥啊 做鱼酥啊 那我们那个鱼 要做鱼酥要很麻烦 不然我们整鱼先冰冰 大概我们当天就一百多位 你爸爸怎么会钓鱼 一鱼都丢掉了 是哪一个水库 没有没有 以前在比赛啊 你只要拿三百块去 你钓两尾三尾一百尾 都是你钓的 好像捞鱼一样 对不对 我付了一个鱼网的钱 因为我爸爸很会钓啊 所以他当天那个鱼 譬如说两百条 他就给人家钓了一百多条 这很凶的这 那是什么鱼啊 大头啊 大头鱼 大头鱼嘛 对不对 草鱼也有 没有 就大概就两种鱼啊 那后来我们就翻花给银居嘛 那大家一尾就够了啊 那花碗还是要剩下八 八九十尾啊 然后我们就把它杀一杀啊 那后来隔天 人家都不要了啊 那干脆我们就 我们本身就在做油汤的嘛 对啊 我们就用我们的大锅啊 就要炸 我就记得 炸一炸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那一年去采访你的时候 你就是不断的在炸鱼头啦 对 而且用的是猪油炸鱼头 而且那 我们那个 一样 猪油炸 猪油炸 而且我们那个啊 以前我们卖一天 譬如说没有卖完 对 我们隔天可以再炸 嗯 就是隔日再炸 嗯 第三天也还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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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这个跟我有点关系 你说你说 是是是 因为我在几年前的母亲节 前一周 大概前两周 我就想说 想要 呃 妈妈吃一点不一样的鲑鱼头 然后 为什么鲑鱼头 会比大头脸好吃 因为呃 其实 早期的时候都是大头脸嘛 对哦 哦 后期的时候也有炸鱼 今天这柄是什么头 今天这柄是大头脸 零年有鱼大头脸 所以你们有不同的头 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不同的鱼头 是多种 哦 像有大头脸跟鲑鱼头 那因为其实 顾客的喜好 在这几年下来 其实顾客喜好 反而鲑鱼头也蛮受欢迎的 对对 年轻人也蛮喜欢鲑鱼头 像有的老饕他们喜欢 呃 淡水鱼的话就选定 这个大头脸 那如果喜欢吃不一样海水鱼 他就他就喜欢吃吃鲑鱼头 那因为鲑鱼头 有一次是我跟我们爸爸说 爸爸我们在大头脸 那我就去看看百中的虚头 嗯 因为我也没有吃过别种鱼头 加在我们家 湯底的味道 嗯 他都把他 他也不是去菜市場買 你怎么 他去哪里找 菜市場有鲑鱼头 菜市場有鲑鱼头 不是 他叫人去韦国外 走回来 走回来 只要走回来 鲑鱼头 我一个朋友 一直 做冷冻鱼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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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搞的時候 你覺得你 我出席給你 結果貴頭要叫一聲來 一聲一大聲 大概二十個頭 二十個頭 這十個頭 十個頭打平是不是 那不多啦 才只有十個頭 結果來想說 這個全部總共三萬多塊 有什麼貴 因為可能滿貴 因為兩萬六七啊 所以鮭魚頭 不是主要貴的 不值錢 可是是運費 因為有充滿貴 你母子很高興 很高興 這是孝親的鮭魚頭 其實台灣鮭魚頭 還算是貴的 但只是說在國外 當然他們沒有吃魚的習慣 那我就想說爸爸 他就是做行動派 他就是叫人要為國外 一隻新鮮進口 你爸爸都想很快 他都馬上立即馬上 我有一些朋友都在那裡 整個叫他送他 他也沒想要多少錢 不是啦 他應該是沒想到啦 對不對 他感覺應該是鮭魚頭 還要吃 看你能不能充分運用 是 結果呢 現在的鮭魚頭呢 也是這樣來的喔 現在鮭魚頭 我有時候用整隻鮮肉 下去了 喔 很聰明了 用鮮肉比較小 對啦 也是有人在那裡挑選 幫你選貨 對不對 因為那個刀子要什麼 缺乏 我指定 喔 難怪 聽眾朋友現在留言好多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聽眾朋友的留言 因為呢 你看有人吵著要看文創商品 那你就沒有看到我的貼文啊 我其實有拍他們家的文創商品 他們家其實 砂鍋魚頭的外包裝 本身就是一個文創商品 我們在廣告的時候 會請人家把他們的包裝 拿到我們的錄音間裡面 除了這個之外呢 今天呢 嘉惠也給我戴了一個帽子 上次呢 還有這種開瓶器 還有這種杯墊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直播沒有停 會繼續跟砂鍋魚頭對談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來喔 大家要看文創商品喔 大家怎麼那麼嗨 是 她是說在老鼻子 我準備文創 我可以去拿一下嗎 紫香 紫香 紫香我去拿一下 我要紫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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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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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已經好 來 我已經好 這就是他們的帽子 然後呢 這個就是林聰明 有沒有 然後旁邊 等一下 嘉惠哪有那麼乖 兩隻手並籠站在旁邊 這是嘉惠嗎 他們家有三個女兒喔 是 林聰明喔 而且他有英文名字叫做 聰明的魚 聰明的魚 Smart fish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沒有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來 我給大家看他們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齁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把傳統的嘉義小吃發揚光大 好 等一下喔 不用緊張來 再來 OK 謝謝 好 好 給大家看一下大頭臉 我看到嗎 有沒有 好 來喔 嘉惠不見了 嘉惠去拿東西 馬上進來 好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砂鍋魚頭的外包裝 我那天其實 有人說世界小吃也有看到嘉惠 沒有錯 在Netflix 這個 有沒有 跟砂鍋魚頭 欸 玉山你來 有沒有看到 我們等一下會讓嘉惠來講 他們家 如果你們訂購 現在的冷凍砂鍋魚頭 就是這樣子的紙盒包裝 然後裡面有三包 有三包 魚頭 兩包啦 兩包 對兩包 來 我是王瑞瑤 您所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今天我們超級美食家 邀請了嘉義 林聰明 砂鍋魚頭的第二代 林聰明 還有第三代林家惠 來我們超級美食家 分享他們家家的味道 這本書非常有感覺 而且這本書是第三代的觀點所寫的 可以發現他們在傳承家業的點點滴滴 有歡笑 也有淚水 對不對 你居然為了要改變 林聰明砂鍋魚頭 而花錢請父母出去玩 先把爸爸媽媽騙出國 騙出國之後 你做什麼事情 你做什麼事情 好 嘉慧 就是做很多事情 我們教他 應該是說 在家裡的時候 爸爸媽媽 就是比較煩惱 煩惱 我們就是給他 有一個機會 可以稍微出去外面走一走 一開始 你是要做什麼改變 你爸爸媽媽沒有咬他 其實你說 我想要做什麼 太晚要來改善 太晚要改善 太晚要用餐廁 太晚有什麼好改善呢 其實太晚也是很多要改善的地方 想說我們戳利 如果沒有戳利 戳利一遍之後 我們要用消毒 酒精 消毒 噴過 打傷 人家又要做好 在入座 入座 我们如果因为 多那么多步骤 一定会增加能力 对啊 还有客人要等啊 现在就有人写说 初五去排到一百多号 初五去排到一百多号 等好久人山人海 当然是越快入座越好 所以我们就也希望说 可以快来 因为现在人家也是希望 服务 服务 卫生 环境 跟早期一尊六张桌子 六张桌子 十张桌子的时候 的要求也不一样 听众朋友不知道 有没有去过 嘉宜林聪明砂锅鱼头的 那个很大的建筑物的 那家餐厅里面啊 因为你们现在不止一家了嘛 现在这一家 就是我们的总店 是爸爸妈妈创业的时候 带着我六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到旗楼下 爸爸妈妈最辛苦的时候 就是那一段时间 因为那栋建筑 其实现在看起来 像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餐厅 也像是 也是我们这本书的封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非常壮观 他其实卖的是砂锅鱼头 可是并不是小吃店 或者是小吃摊 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在正三眼科 这间店面呢 他早期是我们嘉义 就是中正路 就是俗称的二通 日志时期的二通 然后在三眼科 就是刘传来医师 刘传来医师 他在他修整的时间当中 没做生理的时候 然后给爸爸妈妈 没看别人家 没看别人家的时候 给爸爸妈妈来拜他 等一下林聪明 所以我那时候采访你的时候 是在这个旗楼下吗 对 是在这里吗 对一样 一模一样 我怎么记得 我那时候采访的旗楼比较窄 因为以前没有打通 没有打通 没有往内 我记得以前很窄 以前就是那医院 有在开的时候 所以那个 我们就只能在 他的旗楼外面卖 现在是整栋楼里面 也是里面 所以以前你去的时候 我们外面是大概有六桌 桌子 对 而且就是沿着那个房子 就是旗楼这样子 就在旗楼下而已 那个随时警察 就会来吹哨子 等一下 那个也是违规的吗 对 你们有被抓过 以前就是 对啊 以前就这样子 以前反正你要摆摊 当地的警察 就会找你麻烦 你是这样一路起来的 我只知道 那个时候在旗楼下 看起来很窄 而且生意很好 然后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你十二点多就在准备了 你下午才开始卖 对 以前就卖下午 是不是 我问你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到八点就开始了 因为要高汤 嗯 你知道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林聪明跟我讲 他说他虽然卖的是砂锅鱼头 他光是熬高汤 一天要用掉两桶大瓦斯 对 他说这就是他的成本 你不要以为小吃的高汤 都是味精水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 他还指了瓦斯桶给我看 你看吧 王若瑶没有老人痴呆 这是这么久以前的事 这么巨细名义我都印象很深刻 因为太特别太特别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嘉惠有讲到 大家都吵着要看文创商品 你们都跳痛跳太快了 因为这文创商品呢 要连接到家义 接掌家业之后 可是呢 中间有一大段都没有告诉大家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自己从大学的时候是就读 高中大学的时候就读观光系 所以其实我对于观光这件事情 我是比较希望能跟在地结合 所以我希望我在这几年当中 陆续都是做了很多款的地图 那这是最新一款 欢迎来二通 请问叫陶大神是谁啊 陶大神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插画的 那陶大神的陶是我们嘉义 嘉义的这个侏罗城也叫做陶城 叫陶城 那嘉义是东西南北城 陶花的陶 所围起来 那个样子很像陶子 所以我们如果来到我们中正路 我们这家店 这个圆环附近就叫陶大神 你那叫陶大神 陶子的尾巴 陶子的尾巴 都不知道你没有这样讲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在画冻蒜冻蒜 冻蒜民主圣地 每年嘉义在 那就是陶大神 那是陶大神 我们整个神叫做陶大神 陶大神 嘉义也是最 建成最久的城 大家认识了吗 300多年 我们是台湾建成最久的 所以刚刚其实嘉义在讲 什么条通 二通什么 就让我想到我们台北的 林森 北路 对不对 也是什么 几条通 几条通 所以我那天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 你讲二通 那这就是我平常 应该不务正业的时候做的 不务正业 就是在 就是经营店面之余 那下班后我就喜欢做这些事 那需要把从东边的设日塔以东 然后一直到最西边的我们的火车站 整条中正路是贯穿了我们整个像说老戏院 还有市场东西市场 然后还有非常多这个旧的百货公司 可是那老旧的虽然没有继续开 可是很多的历史 很多的建筑都在中正路上 而且我印象中嘉义有好多诊所 对 而且那个诊所一看医生都嘛很有钱 因为那个建筑都很有风格对不对 很有特色 并不是一般的公寓式建筑 这个要回归到说我们早期嘉义 有一条街叫移生街 真的有 真的有一生街 也有美街美术街 美术街 陈成波大师 那个陈成波大师 在我们嘉义还有林玉三大师 他们在那时候聚集的那一条街 叫做陈能街 陈能街很多的表框化 所以等于世嘉惠如果是店的生意不忙 可是我觉得店的生意不忙好像很难 就比如说店的生意不忙的时候 他都会在嘉义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 重新串来串去 去把这些东西都连结在一起 因为老实讲 如果听众朋友 你们买了这本 林聪明沙锅鱼头家的味道 这个是由日日学 日日学所出版的 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册子 叫做世界小吃 可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来聊为什么还有世界小吃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听众朋友 有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看过林聪明 在Netflix里面的影片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这一段记录 而且呢 等于是你买一本书 他有两本 这本呢 等于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 而且他其实写的是世界小吃 其实就是回家夹崩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 我们跟爸爸从小的回忆 好等一下再介绍 因为现在是广告时间 公告时间 好 我现在要问问题要问林聪明 你一开始有对你的女儿感到不满吗 不是说不满 我看你的臉很怀疑 没有不满 你都学眼看它 我都很害怕 不知道有问什么奇怪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隔代的问题 譬如说 什么东西让你看 他想到他像他最近带我去日本啊 我们就去看一台那个机器哦 豚骨汤的机器 熬豚骨汤的机器 那日本的拉麵汤用的 那个专用的锅啊 他就去给我看一台就 大概750万啊 台币啊 是多大厂啊 人可以在里面水深锅啊 没有 就一个人的膏 拉到一半的 差不多150公分 100公分这样 乘以宽 他自己会搅拌吗 没有 他是一个真空的一个 膏压 然后他可以节省时间 大概我们八个小时 我们就要让他控12个小时 他现在控多久 他两个半小时就可以达成了 不错啊 对啦 那个全很贵啦 700多万 他可以控整个吧 就是 就是你也是要 你也是要熬两三次 也是可以细事 因为那是熬起来就高汤就对了嘛 听众朋友 我要给大家看王若瑶的表情 挣扎 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 最后要不要 没有 当然要买啊 又不是买一台 来哦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若瑶 听众朋友一定要追上直播 因为我们广告时段 聊得更精彩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嘉义林聪明 沙锅鱼头的二代老板 林聪明 林聪明本人在家 好 哈喽 然后邀请了 写了家的味道 也就是现在 林聪明 沙锅鱼头的第三代掌门人 林家慧来跟大家聊天 我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呃 在传承交接的过程里面 呃 做爸爸的 有什么没送吗 有什么看不过去的 结果林聪明 刚刚告诉我说 他女儿拉他去日本 美其民是旅游 其实并不是 是去看东西 他看了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要花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要花七位数字 而且老实讲 逼近八位 对不对 对 因为还要运回来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主要是要熬高汤用 呃 本来他们家熬高汤 本来是八小时 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 现在是十二小时 可是有了这个高昂的设备之后呢 可以变成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出高汤了 所以换句话讲 听众朋友 我们要鼓励他买 因为呢 他买了之后呢 你们排队 买冷冻的 就不用等三个月 在现场排 也不用零号码 零一百多号 我这样子讲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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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听众朋友留言说 要买几台 他叫你要多买几台 三台 真的还假的 要买三台 那其实也是蛮占空间的 等一下啦 嘉惠 你是怎么样决定这件事 你是要气死你爸爸 不只气到爸爸 还气到妈妈 妈妈 管钱的是妈妈 我太太说 一台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了 三台就买三栋 我刚才有算给听众朋友听嘛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七位数到八位数 对不对 一台的价钱 对不对 还是有吗 咬着牙 咬着牙要买 已经决定了吗 因为这个量量不出来 因为每天我呢 我每天也是烧了 我们一个月 你说台语啦 我们一个月到输钱 然后买到三十万了 要取高汤 高汤是最 你要三十万 我来用的 我可能 十万块以来 我就能处理了 所以他还有节能的功能 最主要是能节能 又能节省我们的时间 因为其实你在那边 等待那么久 与其要做十二个小时 我倒不如已经 虽然成本比较高 可能我已经做了三回合的 高汤的时间 还有啦 会节省人力吗 比如说这个店 虽然你知道 我们刚才讲说 只有人可以进去洗澡 他说不行 不一定能完全节省人力 因为他有更多的 前置作业跟后续保养 你要去维护 但是他的品质上是 更加的稳定 可是你们也创纪录了 你们卖砂锅鱼头 用的是日本拉面高汤的 专用机器 这个也创纪录了 嘉惠 你其实还蛮大手笔的 我发现其实嘉惠做事业 雄心跟野心都很大 不像个女生 像你爸爸 我可以这样说吗 老爸又体质得好 他要开个我开 他们也超 这个其实也是看到了 嘉义美食在嘉义当地的潜力 对不对 因为这个投资 还有就是 有听众朋友有发现 你们家的外国人变好多 对 是发现什么事 就是那个 Netflix帮着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频道 有这个频道 世界频道 然后来台湾拍摄了纪录片 对 都要来加一 来加一 拍摄我们的故事 然后也介绍了嘉义的美食 我听说你有亲自带路 有有有 我亲自 就是他们来采点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他们是节目制作人 对 可是我就是当成都是 观光导览的这种志工 因为是嘉义市的观光导览志工 所以对待每个人 我们都是很热情的介绍 只是刚好原来他们是 采点的制作人 他们就是在想要采访 想要看 那现在已经锁定我们 是其中一个点了 只是没想到说 我们的故事 在后续提供资讯的时候 还有他们观察当中 他们觉得 其实是给把它拍成纪录片 好 那我要有问题 我有问题要问嘉惠 嘉惠 你们其实砂锅鱼头 在嘉义外国人有多吗 多 以前外国人有很多吗 以前比如说100个客人 可能只会遇到一个两个 以前不多 以前只会遇到一个两个外国人 那亚洲的旅客应该是很多 没有错 可是说外国脸孔就是 真的就是金头发这样子的客人 100个客人只能一两个 那可能了不起就是3%这样 现在可能是来到20% 真的还假的 20%就是 就是透过Netflix 就有这么大的效应 对 他就是有很多的 尤其在 有时候一天下来 真的是好几 三四十组都是 外国人这样子 这个影片我记得是去年嘛 对 对不对 等于是去年到现在还发烧 还这么热 是而且还觉得有越来越多 因为我觉得可能 外国人的旅游时程 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像我们的寒暑假旅游 对 其实我不太搞不清楚 他们是像Christmas 你在想嘛 一年四季游 北半球有南半球 大家都可以来旅游 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很多人来 很多人来 包括华侨都跟我说 他们28年没回台湾了 就因为看Netflix 他要回来台湾吃鱼 我想说哇 美食可以让不回家的人都回家了 这么兴奋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 这本家的味道的书 他其实还有合并另外一本 就是世界小吃 其实这个呢 主要呢 就是我们在讨论 在Netflix这个频道里面 有没有所介绍的 因为那天我在参加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我觉得来了好多人 让我很感动 然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你们家都不小气 你们家都喜欢有一种 共同繁荣的一种心情来经营 不光是经营你们的店 经营你们的人脉关系 而且我那天还听到了一个秘密 那个秘密就是 听说时代力量在你们家开会好几次 可是那天蓝的绿的也都到齐了 对不对 大家也都 都是你们的好朋友 对不对 我这样说对不对 这个问爸爸 爸爸来了 郭台铭 来了来了 较近的啦 郭台铭前年会去吧 他知道你吗 他知道你吗 他说要带我去世界 要带你去世界 你用他的 AI 我辅导 给我去世界 吃什么 你叫他 给你买那个750万的高汤锅 你跟他说三台 叫他先来 他说要辅导 他说AI 要用AI方法 可以复制 复制美食 郭董事有问我 有没有想要这么做 然后他们可以来帮我们做辅导 可是我说我比较希望是 不一定说要变得非常的大 我比较希望是 大家有机会真的是 不管世界各地的人 来到我们台湾 来到我们嘉义 真的喜欢来我们这个城市 品尝美食 好 高雄的美食记者 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好朋友 颜宜金 他写一句话 他说美食可以让不回家的人回家 这句话说的真好 这句话谁说的 你们两个人谁说的 刚刚我说的 对呀 你看 大家你知道 看到这些东西都觉得好感动 所以大家才会对于林聪明 现在开直播 大家家贫如潮 家贫如潮 你们要回去看 那个 谢谢 最多的人都在抱怨 吃贵 严严 我可能要回应一下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主要是因为每天工作 服务现场的客人 真的排队客人 真的都等很久 可是我记得以前我采访你爸爸 你们都一直强调县主 对 而且以前卖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现在的人手也比较多 现在卖不怕比较多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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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有这种健康粮菜 这么多 有有 这么多 你去就有了 很多 反而是您去的时候 品项应该是更多 品项比现在更多 以前我的健康粮菜 大概有45项 现在呢 现在大概30项左右 他们家的健康粮菜 也很有名 而且他们家健康粮菜 跟嘉惠的妈妈有关系 你知道在很早以前 他们家就有远见 就比如说在吃小吃 绝对不是都是那种油腻的 油腻的 还是都是那种 你知道好像 好像不是很健康的东西 还是烫很久起来放的 还是那种大鱼大肉 他们家都不 你看就有人写凉菜 很好吃 就很有想法 然后等一下我要让他们再讲 你知道就比如说有很多人 因为那天就有人在讲 他不是叫你们砂锅鱼头 他就叫你们什么蛋 冬菜虾仁蛋 冬菜虾仁蛋 而且他用的 你们用的应该是鸭蛋 对 因为很漂亮 是 那个小吃其实很难得 我这样说对不 要看到 那天保师傅还在讲说 要煮这个冬菜虾仁蛋 要有一个浅盘子 要有一个浅碟 要打动 对 我打动他是没有讲 因为他是讲说 要煮出那么漂亮的蛋 不是放在废水里面 给你煮一个蛋包 不是这样子 他的这个视觉感都有想到 而且像做那种虾仁根 也让人家好怀念 现在大家的虾仁都是不好的虾仁 再做成虾仁根都毛病 你们家都不一样 好来来来 哎呦剩下最后一段了 什么都还没讲 来等一下 我是旺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知道已经剩最后一段了 听众朋友会发现 什么东西都讲到一点 什么东西都讲到一点 文创也讲到一点 然后历史也讲到一点 然后两个人之间的传承也讲到一点 你知道都急吼吼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林聪明砂锅鱼头的第二代老板 我的好朋友林聪明 还有很可爱 他的女儿非常认真的林家慧 来到节目现场 跟大家推荐这一本 林聪明砂锅鱼头家的味道 好了先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家的砂锅的砂是石头 你们的砂锅的砂是三点水呢 因为爷爷是创办人是第一代爷爷的时候 他不会 他就是 他完全没有 他不会要脱脱 他不会要脱脱 所以他不会要砂锅鱼头的石头边 他不会要下 所以他就写成水边 我还以为是砂茶酱鱼头 我还自己还在想说 是不是你知道 这个跟容器 还是跟调味料有关 原来是一个比物 那因为这个比物 在我们这几年 我们再重新 检视我们的logo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跟设计师沟通当中 他一直觉得我们家 最重要传统就是家的味道 对 那这家的味道也刚好就是符合 我想不要忘记爷爷的DNA 因为爷爷这个好料理 才由我们现在能传承 像我虽然没有看过我爷爷 我爷爷在我爸爸49岁的时候 所以你没有看过 但是你看 因为没有看到爷爷 但是他的料理 透过客人告诉我 客人跟我讲 你爷爷多爱 多爱跳舞 多爱钓鱼 每次都骗你阿嬷 去那个 真的假的 谈恋爱 可是他其实都跑去 跑去跳舞 我爷爷都跑去跳舞 然后去钓鱼 然后偷偷就去钓 偷偷跑去跳舞 但是钓鱼都没有去钓鱼 他就去买鱼 没有报备 没有报备 然后就人家菜市场 送鱼回来的时候 你老公的鱼没有来买 没有来拿它种 就 不要扛 不要扛 我爸说他买海口钓鱼 他妈妈会回来 就去海口钓鱼 去年 海口 tidak、「尖サ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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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 hovercraft动鱼 他 glue Bye 海口死wn 它会ии 水口也 going 只有五胎 intention 去拓鱼 再夸张了吧 他 Cheers 们 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在讲 讲说想要看 林聪明砂锅鱼头的文创商品 可是我想先让大家知道 不是我要先看这一箱 因为这箱里面其实有两包 其中有一包像菜尾一样 可是我发现嘉惠你写的是菜慧 然后等于是一包是鱼头 聪明传嘉惠在地好滋味 这个是我们的slogan 然后在这个 有一个小小的图 这边有一个解释 这个好浪漫 对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在夫妻宿 阿里山云那个同学毕业旅行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隔壁班同学 然后他们两个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在夫妻宿 是第一次约会吗 不是啦 因为那夫妻宿要两个人 我找不到女生 我就觉得她过来 等一下聪明把她刚刚那个微笑 没有被我捕捉 她刚才有一个很甜蜜的微笑 在旁边听这个故事 你那时候就隔壁了对吗 没有啦 你是隔壁了 这点名来叫她合照 因为我们里面好多人 我去看她穿着短裤 我蛮漂亮的 我就这样 早就锁定 因为我有去看她的大腿 哎呦 那我就这样 穿短裙好不好 就是类似一种肉裤那种东西 画的时候有秀出来她的大腿吗 那我就尼能画他们的真人的那个相片 然后把它画在这里 然后有阿里山夫妻宿 然后阿里山日出 还有台湾特有种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北门驿车站 都把它画在里面 对 然后在这个里面 还可以看到我们石猴 其实这个是石猴 有没有看到 有石猴 石猴的故乡 就是阿里露的故乡 就是嘉义 石猴 嘉义都石猴的故乡 最上面那只鸟呢 是台湾特有种 蓝雀 全部都在他们的林聪明 砂锅鱼头 这个冷冻包的外包装 全部都展现出来 有人写说好有质感 我觉得听众朋友 有人在反应 说你们家有涨价 怎样怎样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觉得林聪明的砂锅鱼头 以前早期 你们跟7-11在做冷冻宅配 跟今天 今日 我收到的这一包 其实是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 更精致 这几年当中 包括我们的食材 全部都换成飞机材 不敢 不敢 光单一个食材 其实增加成本 我都会没跟我报告 为什么 你们家的冻豆腐 油蜜蜜 回答我 我要报告一下 其实豆腐在我们现场 就是认豆腐 这是我们客制化的 光一个豆腐的成本 一年增加一千万 好好吃哦 对 可是我们都没有跟客人 等一下 我刚才我只顾着好好吃 因为香味一直飘上来 你说光是一个豆腐的成本 就增加多少 一千万 七千万 豆皮 豆皮也差不多 豆皮也是 豆皮也是 我要讲是更精致 而且其实在 刚刚在这个冷冻包里面 有一包是鱼头 鱼头里面有一个是半片鱼 然后有一块是下巴 或者是一片鱼肉 对不对 而且很完整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包 就是我讲的是菜尾 这个菜尾是阿公的味道吗 这个菜尾没有鱼头就好好吃 很多 其实我们卖的最好 我们做的做买乎的就是这一包 调理包 因为这个调理包 因为调理包是最多人买 就是这个汤底 你有可能今天不吃鱼 可是他可以天天吃菜 天天吃 很好吃 每天吃排饭就好了 你看我就这样讲 我们那天什么也没做 我们加热了这锅之后 就开始 你知道就配白饭 然后那个汤其实是偏甜的 就是等于是嘉义人的这种口味 然后他拿来调饭 很有味的 很好吃 就是调白饭最好吃 就是调白饭 我们应该就调白饭 煮米啦 煮冬粉 本来是要调饭之后煮冬粉 但是吃不到 我们吃到都没出 只能出一点高汤 就是浓高汤在锅底 对不对 而且回去大家 最特别的就是每个妈妈 都还有他们自己拿手 家里小孩喜欢吃什么 他就加什么 军真菇啦 香菇啦 两生菇啦 他们有时候会煮成很大锅 就是义米啦 他买两公斤 他回家煮成五公斤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我其实那天在联署上po了 我吃你们的冷冻砂锅鱼头 然后就有人讲说 他们家打开冰箱 那个冷冻库 都是你们家的东西 就等于是 等于是家里的老人家 想要吃 怀念那个味道 他就可以马上 你知道变出那个味道给他 这个味道有点像早期的 就是为什么他迷人 是因为他是团圆菜的菜味腾的感觉 我就想知道啊 因为我觉得他吃起来就是菜味 因为他是我爷爷的家常菜 然后就是钓鱼钓太多拿出来 在你菜虾仁蛋的菜味上 我曾经有很多客人 他要买菜回去 我看他什么剃光头 他说我爸爸死掉了 他说我爸爸是你的客人 他爸爸爱这个味道 我爸爸爱这个味道 他现在水了 在做头戳 每天要拜卡尾饭 我都要三个头戳来拜 哦好感人哦 我昨天也是 好感人哦 那天跟分享会结束 也是有一位姐姐 是顾德沙老师 她也是作家 她去年过世 她的妹妹 听到我讲冬菜虾仁蛋的故事的时候 她眼泪也是喊着 因为她说她姐姐过世的前一天 想要吃 她就是已经食之无味 她叫安宁兵吧 但是她就是指定说 她还想喝一碗冬菜虾仁蛋汤 刚刚来我们家买的时候是最后一碗 冬菜虾仁蛋汤是什么东西告诉大家 有的人搞不好连听都没有听过 它是一颗鸭蛋 红仁鸭蛋 然后加海虾 然后鱼丸浆 汆烫完用我们的清爽的竹骨高汤 淡淡的清爽竹骨高汤 淋上一点香油 冬菜 冬菜就是高丽菜腌制的 然后再一点胡椒粉 香油提味 一个很清爽 人家说是西洋情猪 就是吃咖的 吃不饭 但是这一碗算是我们早期爷爷的时代 在地的嘉义人 一开始知道就是这一道菜 其实砂锅鱼就是他隐形菜单 对啊 我那天就是参加了新书发表会 才知道原来砂锅鱼头并不是你们的起点 你们的起点其实就是 冬菜虾仁蛋汤 而且我刚才有讲冬菜虾仁蛋汤 它要有一个特制的容器来煮 所以呢 它好漂亮 你知道就是它的这个外观 哦这里面其实都有你们跟嘉义人连结 链接的很多故事 对不对 听众朋友现在最多的留言就是 要赶快去抢购 要赶快去抢订 呃我希望不要变六个月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 下次再来 拜拜 谢谢大家 好一直有人在讲 要你们加开生产线 可是刚才嘉惠有讲啊 如果想要用中央工厂生产的话 要两年啊 因为他们家不随便出手 然后还有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因为我有看到有很多人留言说 哦他们都吃你们的东西长大 然后都觉得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排不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涨价 可是对于排不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很高兴 就等于是越来越多人喜欢沙锅鱼头 林聪明的沙锅鱼头 可是对于涨价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的原因就是 我刚才有讲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因为7-11在做你们的冷冻年菜 我有吃而且有写 我记得那一次也是都卖到没货 对不 那个时候爆满到你爸爸叫我不要再写了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冷冻 你们家有冷冻啊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家内用的话 沙锅鱼肉一碗110 然后沙锅菜一碗90元 然后可以配碗白饭 100块可以吃到 而且免费的加汤 甚至我们加豆腐给你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 宅配的 这个如果说贵来讲 我自己个人 我从大学毕业 星期十 我们家那个沙锅菜是60 可是现在时薪是150 我们家沙锅菜才90 还有听众朋友 不要一直再回顾 你知道就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还一直怀念 胡须张卤肉饭10元的时代 如果现在卤肉饭卖你10元 你不敢吃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对吧 沙锅鱼头你们也可以庆菜煮煮 热热的 反正都煮得烂烂的 大家也看不出来 对不对 妈妈都说做事就是要良心 像我那个木耳 蒙利 蒙利 台湾姓太阳鸡膏 都是进口的 可是你们家是 乌山头的 在地的 所以他们家的木耳是厚的 有没有看到 咬起来是有口感的 有没有 刚才讲的豆皮是非基因改造的 然后你看 这块鱼肉 他们家的鱼肉 他们家的鱼肉很完整 我记得以前早期在做冷冻宅配的时候 还有那种碎碎的感觉 你知道 现在很规格 都很规格化了 所以听众朋友 不要再用低价 你知道 去要求一个好的品牌 我们今天其实很期待看到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顶太风 大家不是希望这样子吗 也希望嘉义的林聪明 砂锅鱼头 像顶太风一样 你知道 走到世界各地的各大城市 大家都吃得到 也可以做成这种冷冻 而且不光是只有砂锅鱼头 凉菜也可以 鸡肉饭也可以 对不对 还有你的鲨鱼烟 都很多讲到鲨鱼烟 小菜 他爸自己抱鲨鱼烟 我们这一集都没有讲到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聊天 好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已经结束了 我们要让嘉惠先讲 拜拜 拜拜 好 来街头来吹文 对来吹音 不过要白堆 对不对 好该我讲拜拜 要排队 这个本来就是排队名店 拜拜 送一百万 好 送一百万是什么意思 客人等太久 客人等太久到对面买彩券 就送一百万 送一百万 两个人 两个人 陆续不同 两个 你要拿去哪里 我们最后结尾要放在这里 有人已经急急忙忙要端走了 看到没有 因为刚刚好 没有没有没有给大家吃 知道吗 没有给大家吃 好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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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